Toys回應了超哥在被媒體採訪時的言論 超哥說 如果時間再倒回一次 我還是會揍他的 Toys回應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 你的醋飯還是有夠難吃 後續Toys交代會把有關當天情況的所有影片 都PO在YouTube上 大家好我是Alan Toys與超哥發生的衝動事件又有了新的進展 昨天晚上Toys在IG上發文還原事發經過 首先Toys說明是超過入場時間才進入內用的 過程中店家很熱情一直有要招待 Toys有堅持要付款 但對方說不用 用餐的時候是好壞都有說 有稱讚魚肉、蝦子、湯跟茶碗蒸 批評的部分則是有醋飯、貝類 還有說一些海鮮不夠新鮮 接著8點40分左右 超哥帶著眾多友人到場 並希望Toys能評一下餐點 Toys說魚不錯但醋飯0分 給出了超難吃的評價 超哥也是從這段開始跳針起情緒 後來在外面爆發衝突 超哥與幾名友人開始圍歐Toys 中途超哥的老婆與朋友架開Toys的攝影師 並逼迫其他人關閉直播及錄影 圍歐的過程將近有10分鐘 直到警方到場了 超哥這邊還補了幾腳 Toys也還原了動手時 對方曾放多句魚帶殺意的原話 有興趣的可以按暫停看一下 然後Toys說自己從頭到尾沒還手 只有戶頭而已 但動手過程中對方有使用應物 並且幾乎全程往頭部攻擊 直播中所看見的只是一小部分 接著Toys重點回應了網友們的幾個問題 簡單來說他沒有要去找麻煩的意思 而會帶小朋友去是因為 母女兩人幾乎每次Toys巡店都會跟 為了想回饋他們才帶去吃飯的 同時也為了避免東西難吃時 可以把直播過程轉為跟小朋友的互動 然後不還手的原因則是 顧忌對方人太多 小孩也在場 怕還手會造成更嚴重的衝突 上次的部分說自己頭部縫了11針 有腦震盪 全身則是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挫傷及擦傷 文莫Toys回應了超哥在被媒體採訪時的言論 超哥說 如果時間再倒回一次 我還是會揍他的 Toys回應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 你的醋飯還是有夠難吃 後續Toys交代會把有關當天情況的所有影片 都PO在YouTube上 對了 超哥那邊則是PO文公佈了新的電規 表示以後來吃飯的話 好吃打好吃 不好吃打Toys 然後有交代出國是為了工作 而不是逃跑 雖然我以為他是去日本進修觸犯 避免以後再度觸犯法律 但他其實是去了越南 好了 最新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 你覺得Toys什麼時候會回來直播呢? 有什麼想法歡迎留言跟我討論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